亲近平等性没有现前怎么办 除了尽宗之外 依然去高流大轮回 这是四世真相 佛法甚深的境界一去不懂 没关系 只要老师念佛 我个个都能往生 那么经要不要听呢 要不要读呢 我的主张要听要读 为什么 如果不听不读 你念一点消息都得不到 消息都得不到 念久了 觉得不灵啊 怀疑了 一怀疑就完了 全毁掉了 所以天天读经 天天天天经 维持你的行性 信心不退 愿心不退 念佛不退 这就行啊 你就保读 你就保读我身了 有这么个好处 慢慢的 心愈亲近 你明了的就越多 一分清静心 有一分无处 十分清静心 有十分无处 啊 部分清静心 你就有 部分无处 你听见 能不能听懂 完全在清静 拼得起 不在别的 我跟张家大师三年 大师的言语很少 啊 但是他的言语有力量 啊 有射受的力量 有启发的力量 有加持的力量 老人喜欢给你讲开示 是你的心很定 他喜欢给你讲 心浮气躁 他一句话不说 一定等你 把浮躁的心情 统统放下了 他就跟你讲了 没有废话 我让你讲了 不正经认识